受到酷吏迫害的清关敌人节 活着走出了历境门 那么从武则天这个方面来说 能够接见这样一个孩子 并且被他的话所打动 这说明他心里其实是非常矛盾的 他一方面想继续利用酷吏 另一方面也在权衡 对于酷吏政治该不该结束的问题 他心里不是一点犹豫都没有的 案子结束了 七位大臣重新获得了自由 但是他们没有官复原职 而是一律降级贬官 敌人节被贬为宝宝典令 他平静地谢恩出京前往彭泽 没有怨言 一场危机就这么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从敌人节在这场危机中的各种应对 我们可以看到 突变面前 他冷静清明 实际面前 他行动果断 萧小面前 他正义凛然 大肆面前 他隐忍顺应 这是清官敌人节在特殊的斗争环境里 全方位的自我展现 几个月前 还是宰相 一转眼成了县令 地位一落千丈 可是敌人节丝毫不计较 个人得势 在彭泽任职期间 他一如既往地造福百姓 带领百姓抗灾救灾 也一如既往地赢得了百姓的爱戴